雷射武器是出现在星球大战和星际争霸战等科幻世界的武器 星际巡洋舰消灭北洛师门周围敌人的景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另外死星是地球上每位舰队司令官憧憬的梦想 自从1960年第一台雷射问世以来 科学家和军事人员就一直试着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光束 因此他们一直试图将雷射变成可以用于实战的强力武器 而不只是单单出现在电影里面 各位观众大家好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无法大量生产那些能够在实战中压制目标的雷射武器 不过有一些让开发者感到自豪 声称是未来武器的东西也慢慢地出现了 欢迎收看Top10频道 今天我们想要谈谈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颠覆现代战争常识的武器 英国 英国是第一个在实战中部署雷射武器的国家 根据最近解除机密的文件显示 在1982年的弗兰克战争期间 英国军舰配备了雷射武器 其目的是要弄瞎阿根廷的飞行员 这样一来在空战方面就可以取得优势了 虽然这些武器从来没有在战斗中使用过 但英国人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着雷射武器可能有用的想法 然而这件事情不仅仅限于意识 2017年英国公司的财团公开了龙火的原型机 这是一种输出功率为50千瓦的雷射武器 开发目的是为了保护军舰不受到无人机、飞弹和火炮的攻击 龙火使用数十根的玻璃纤维 将多道低功率激光束集中起来 成为一束力量强大的光束 另外开发者也考虑将这种武器制造得更精巧一些 这样不仅可以配备在舰艇上 还可以安装在飞机和陆地装甲车上 2022年在波顿唐试验场 龙火于模拟实战的条件下进行了一连串的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在3.4公里的距离内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但光凭这一点当然不足以对抗许多空中目标 龙火在发射的时候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除了在课堂上学生用来分散老师注意力 并扰乱课堂的那种雷射笔之外 这是所有雷射武器的共同问题 如果要解决龙火的供电问题 就要利用FEST 这是英国和美国专门开发出来的一种能量储存系统 F1赛车从2009年起就开始使用动能再生系统 FEST的开发就是受到了这个系统的启发 当汽车刹车的时候 飞轮会开始在真空的状态下旋转 从而获得多余的能量并将其储存起来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将储备好的能量释放出来 对镭射武器龙火来说 能量生成的时机就是发射的瞬间 船只的引擎会帮它将能量储存下来 德国 德国的主要武器制造商莱茵金属公司 正在致力开发雷射防空系统 基础是同公司的高功率雷射HELP 莱茵金属公司已经在2012年成功测试了 由两束雷射组成的雷射武器 总输出功率为50千瓦 在示范测试中 这个强大的雷射武器的原件 于一公里外对着15公里后的钢梁打孔 并在两公里外摧毁了一架无人机 另外它也击毁了一个直径82公里 并以每秒50公尺飞行的钢球 这对于2012年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莱茵金属公司目前正在致力于一个项目 于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安装雷射武器 2022年该公司宣布将为Sky Ranger 30 这个自走式防空反无人机系统配备雷射 这款改良型的系统被命名为Sky Ranger 30 Hell 这又是莱茵金属公司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除了一门30公里机炮 双管导引飞弹系统之外 还有雷射装置 不只是这样 另外也配备了20千瓦的雷射 能够侦测到20公里制药的目标物 而且还可以摧毁最远3公里外的目标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 莱茵金属公司与德国MBDA合作开发的原型雷射武器 于2022年夏天安装在铁甲护卫舰SAK-3号上面 在波罗的海进行的测试当中 这个雷射武器成功地从短距离和极短距离处攻击无人机 测试将会持续到2023年 但可能不用多久 这种先进的雷射武器就会开始部署在战场上 中国 直到最近 中国在雷射武器上的开发成就可以说是相当有限 ZM87这款上世纪制造的步枪 因为会弄瞎敌人 联合国宣布这款武器非法并正式停止生产 后来在中国出现了所谓DESLA这种 具有质盲效果的非致命性武器 其中包括了BBQ-905 WJG-2002 PY-130A PY-132A PY-131A等 美国怀疑在2018年的时候 其中一款模型曾经在吉布提供和国 被用来干扰美军飞行员 同年 中国媒体报道了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发的新型雷射步枪ZKZM-500 根据开发者拍摄的影片显示 这款雷射枪可以在数十公里之外点燃纸板 衣服和轮胎 虽然他们说这种武器没有致命性 但它确实是会灼伤皮肤的 开发商声称 这款重达三公斤的雷射枪可以击中800公尺外的目标 只要充一次电就可以发射1000发 每发大约间隔两秒左右 距离这款武器正式发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目前没有听到大量生产的消息 另外 欧美的专家们也对这款雷射枪的相关数据真实性 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中国还有其他更强力的武器 这是一种反无人机系统 名称是沉默猎人 输出功率为30至100千瓦 这个武器是在2018年首次发表的 目前已经在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两个国家投入使用 这种雷射武器是安装在卡车上面 可以击落半径4公里之内的无人机 也可以在800公尺外的5块2公里后钢板上穿动 到了2022年的时候 已经确认这种武器能够安装在飞机上面 不过 这还不是全部 2023年 位于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研究人员 成功研发出突破性的雷射冷却技术 只要使用了这门技术 就可以让雷射不受时间限制 这个消息震撼了全世界 中国的研究人员们成功地设计出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透过将调整过分量的冷空气送入雷射设备的内部 这样一来就可以消除激光束周围空间的热量 只有使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无限制地使用雷射 因为空气会快速地释放热量 而且设备也不会变热 如果中国真的拥有这种武器的话 战场上的力量平衡将会有大幅的改变 不知道美方有什么对抗方法呢 美国 美国正在积极地引发雷射武器 而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部署在战场上了 2014年 有一段影片被发布在网络上 内容是船务时两栖运输件 庞赛号上所安装的实验性雷射武器系统 LOS的运作过程 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33千瓦的雷射武器成功点燃了无人机 还摧毁了浮动平台上面的目标 之后 庞赛号的指挥官被授权在战斗中可以使用雷射 以及其他能够保卫庞赛号的手段 这种雷射炮 发射一次只需要花费59美分 这也让它成为对抗小型船只和无人机的便宜武器 在庞赛号退役之后 LOS被转移到波特兰号航空母舰上继续进行测试 2019年 波特兰号装备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开发的雷射武器系统 LWSD MK2 MOD0 主要用于对抗无人机 这个系统的原型机输出功率为150千瓦 在2020年和2021年成功进行了测试 它击落了地面和空中目标 在中东地区 小型的无人船和无人机经常被用来攻击船只 因此配备这种雷射的目的是要用来防御那些对象 2022年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的类似系统 被安装在飞弹驱逐舰普雷贝尔号上 但输出功率比较弱一点 美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将高能量雷射赫利俄斯 整合到宙斯顿弹道飞弹防御系统中 这种雷射的主要目的是要干扰并摧毁无人机和小船 最远距离可以达到8公里左右 如果遇到更大的目标该怎么办呢 雷神公司有一款可以配备于直升机的雷射武器 性能与AH-64阿帕契横向 这个雷射武器于2017年在新墨西哥州白沙飞弹试验场 进行了一连串的测试 测试中还朝着卡车和其他类似的目标发射 照这种状况来看 再过不久星球大战就要开打了 以上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请帮我们按个赞并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今后我们也会努力迎合各位的喜好 带来更多有趣新奇的影片给大家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